三月襄阳绿草齐 王孙襄阳道潭西 狄龙何处埋龙骨 流水依然绕大地 谢谢各位 您继续捧场 这两句诗呢 是一首怀骨之词 三月襄阳绿草齐 王孙襄阳道潭西 那么道潭西这地方呢 来平调平调 来怀怀骨 所以呢这两句诗说的就是 刘沛刘玄德 马月潭西 这批狄鲁马 现在埋在何处 不知道 说狄鲁何处埋龙骨 已经无可查询 但是呢 流水依然绕大地 青山还在 绿水长流 可是呢 时亦是亿 人是以非 所以中国古人呢 尤其到了这个 有著名典故发生的地方 常常会 怀骨而发 做些怀骨之词 那么说这么两句闲话 书接前文 接着给您说这部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 越来越热闹 重要的人物就要登场了 但是呢 在这重要人物登场之前 三国演义写得好 最重要的人物要登场之前 先有引子 那么您别着急 慢慢的 引来引去 这位重要的人物就要引出来 那么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刘备刘玄德 襄阳赴会 这是京湘一带的一个传统 那么凡是逢上 丰收之年 在襄阳城中 要开这么一场 襄阳大会 一场盛会 庆祝丰收 刘表呢 把自己手下 京湘九郡 四十二州县的官员 都叫到襄阳城中 一来安抚地方官员 二来呢 显示一下京湘的事业 那么老说 京湘九郡四十二州县 这京湘九郡 哪一九郡呢 南阳 南郡 长沙 陵陵 贵阳 武陵 襄阳 张陵 和江夏 一共九个郡 那么这九郡之中 襄阳 南阳 江夏 为三个大郡 这三个大郡之下 下辖四十二州县 所以一提京湘 说京湘事业 就是京湘九郡四十二州县 当然 现在的京湘九郡四十二州县 就是刘表的地盘 过不了多长时间 过一年就不归刘表了 那么这京湘九郡四十二州县 所有的地方官员 全都齐聚湘阳城 这湘阳城可就热闹 要开湘阳大会 政治大财 经济唱戏 一样 借这场湘阳大会 各个地方官员要来 地方官员带着自己的从人要来 那么各个地方 做买的做卖的 也都齐聚湘阳 这湘阳城热闹 走亲房友的 做买做卖的 热闹繁华 就等着湘阳大会召开了 那么刘备呢 前文叔给您说了 赵云赵子龙带三百兵 保着刘备 提前一天 来到襄阳 因为刘备 今年呢 是替刘表主持襄阳盛会 所以提前一天就到了襄阳城 安排在管役之中 那么蔡茂 这个前文叔也跟您说过 老先生说蔡茂 东念蔡妹 那么京剧里呢 要上口呢 就是蔡茂 我上回书也说了 咱们的新书 新时代 说这个呢 就按现在的读音念 就是蔡茂 那么蔡茂 和自己的姐姐商议好了 就要借着这场襄阳大会 除掉刘备刘全德 而且蔡茂 跟刘表手下这位文武全才的谋士 叫奎越 两个人商议好了 奎越 负责听旁之上 照顾各地的官员 另外 看着这刘备 那么蔡茂 在城中安排了五百兵 而且三座城门 东 南 北 这三处城门 蔡茂让自己的弟弟 蔡中 蔡和 蔡勋 各带五千兵 在东南 北这三座城门以外 设下重兵埋伏 唯独 西门以外 没有安排重兵 因为蔡茂熟悉当地的地理 出了襄阳城的西门 有 潭西祖路 别说刘备 也别说刘备带着赵云赵子龙 三百兵 就是刘备带几万兵 想要渡过潭西 恐怕差事难以做到 所以呢 蔡茂很放心 这西门这儿 没有安排重兵八手 剩下三座城门 都是五千兵 自己的亲弟弟 在那儿看守 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跟宽阅 两个人记忆已定 第二天 襄阳大会 就要除刘备 那么转过天来 襄阳盛会的正日子到了 刘备刘玄德 骑着自己这批狄鲁马 自从得了这批狄鲁马 送给刘表 刘表不要 又退回给刘备 刘备呢 刘备呢 很喜欢这批狄鲁马 走到哪儿 都是骑这批狄鲁马 这回不襄阳送会 尤打新野线来 骑的也是这批狄鲁马 而且骑着这批狄鲁马 赵云赵荣保着三百兵 陪着刘备刘备 陪着刘备刘玄德 一直来到府补牙以外 刘备下了自己的狄鲁马 命人呢 把自己的狄鲁马 牵到府补牙 后花园中 刷印被溜 那么京乡久郡 四十二周线 所有的地方官员 早就到了 知道今年的大会主持人是刘备 所以这四十二周县的官员 都在府衙门外 排班站立迎接刘备刘邦朱 把刘备让入厅堂 这儿 座位早就排齐了 刘备是居中而坐 左边是大公子刘齐 右边是二公子刘从 剩下京湘九郡四十二周县的官员 各自按照品级次序排班而坐 那么赵云赵子龙呢 一看刘皇叔落座赶紧 脉步就走到刘备的身后 是扎箭而立 警卫员寸步不离 往这一站 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了 太豹一瞧 拿眼睛 瞟了一眼宽月 那意思 咱们俩可商量好了 你在清堂之中给我盯着刘备 我在清外 安排一桌酒席 得把这赵云赵子龙框 所以 这太豹下去安排 功夫不大 酒宴齐备 那京湘九郡四十二周县 襄阳盛会 又是丰收的盛会 好吃的多了 就按相上菜单怎么上 山中导寿云中宴 陆地牛羊排水仙 色香味俱全 一道一道一道 酒宴齐备 刘备 主持人嘛 首先 端系酒杯 列宫 今年 我家兄长身体不适 命我 代为主持襄阳盛会 列宫 这一年 多受辛苦 今年 收成不错 这次襄阳盛会 是一次 丰收的大会 是一次 完结的大会 来来来 我先饮紫杯 这刘备说几句场面话 一饮而尽 在座这些官员 把这第一杯酒喝下去 那么宽院 他的职责 就是带着这帮文职官员 像傅俊 王坦 以及 这些文职的官员 在厅堂之中 照应各处的地方官员 照顾刘备 照顾这两位公子 珍酒 布菜 这是他们的职责 那么蔡茂 就在厅堂之外 安排了几桌酒席 干嘛呢 让武将 在厅外饮酒 而且 蔡茂 出来 就找到自己一名中军官 把刘备带来这三百兵 都给我赶回管舍 这中军官 心里早就有数 知道今天 襄阳盛会 要除刘备 所以立刻领命 就来到府衙以外 那么刘备 赵云 进府衙 参加这襄阳盛会 赵云心得很激 把这三百兵 不能带进去 得留在外边 可是呢 赵云 带了两名小校 进到会场之中 干嘛呢 传递消息 里边有事 要叫外边这三百兵 这两名小校 出来能传话 另外呢 在这府衙以外 还派了两名小校 带着这三百兵 万一外边有事 往里传话 所以这四名小校 内外相通 这是赵云赵子龙 心系的地方 可是这位中军官 奉蔡茂之命 出了府衙 找到刘备带来这三百人 我说 你们都是跟着刘皇叔来的 不错 中军大人 您要不要吩咐 刘皇叔有话 你们跟来挺辛苦 今天呢 附会的人比较多 里边没地方 刘皇叔说 让你们回管社 我们呢 在管社之中 准备美酒佳肴 十个人一桌 管吃管喝 你们呢 也别在这干等着 回管社 饮酒吃菜 等待会儿这儿 襄阳上官一结束 再找你们 再过来 保护刘皇叔 也就适了 回去吧 这中军官出来 这么一传话 带头的这两名小校 打算进去 禀报赵云 中军官一来 不必进去了 里面各地官员都在 人太多 别添乱了 人家给拦住了 人家拦住不让进 那不能硬闯 这两名小校一听 既然是刘皇叔有话 让我们回去 那回去吧 这两名小校 带这三百兵 回归管社 所以呢 这太茂 先把刘备 带来这三百兵 打和走 赶紧 让襄阳城中 两名武将 一个叫文聘 一个叫王威 太茂把这两个人找来 你们两个人 赶紧进去 把刘备身背后 那位赵云赵子龙 请出来 让他到厅外饮酒 你们两个人 可把他看住了 文聘王威领命 赶紧进去 来到赵云赵子龙面前 两个人一抱拳 哎呀 子龙将军 难得 您来我们襄阳城 今天又是襄阳盛会 没别的说的 咱们武将 在清外 另有酒席 子龙将军 赏个脸 跟我们哥俩出去 喝几杯酒吧 赵云赵子龙 手扶着宝剑 一看 心里话是这 我来襄阳干嘛 我来襄阳不是为吃酒 我家三将军说的好 你们这儿啊 酒无好酒 燕无好燕 我是保护我家主公来 赵子龙啊 一看 文聘王威 把手一摆 我 不会饮酒 拒绝 文聘王威一看 子龙将军 身为武将 哪里不会饮酒呢 来来来来 走走走 出去喝两杯 怎么这么不给面子 赵云赵宝 你给我给你们面子 干嘛地 我得保护我家主公要紧 嗯 不会饮酒 赵子龙 把脸一沉 一扭脸 不看这两个人 这二位倒好 大江窦 江在这儿 宽阅在屋里一瞧 喝 要凭你们俩人 能把赵云赵子龙请出去 那你们俩人当谋士来得了 你们两个人呢 也就是武将不会说话 你请赵云赵子龙 还得找我这样呢 这宽阅迈步 来到刘备面前 没跟赵云说 宽阅一抱拳 哎呀 刘方说 说呦 宽先生 方说 您看 子龙将军 不敢善离啊 站在这儿 这么辛苦 您 是不是发句话 让他出去吃几杯酒 休息休息啊 您不发话 龙将军 可不敢走啊 刘备一看 瞧了瞧 京江九郡 四十二周线的官员都在 我两位贤侄 就坐在我旁边 蔡茂就是想害我 他也不能当着这么些人呢 他也不能当着我这两位贤侄 直接就把我除掉了 而且 昨天我就来到襄阳城 发现好像没什么危险 所以刘备一看 把这心放着 好吧 怎么办 你就出去 吃上几杯 赵云找我们一起喝 主公 你怎么答应的 我是来保驾的 我不是来吃酒的 可是赵云一听主公发话了 不能不能 末将尊命 赵云只得跟着门聘王妃 出了厅堂 就在廊下 有酒宴 几员武将陪着赵云找嘴 赵云落座 端着这酒杯 可是心思全部在这酒宴上 拿眼睛 一直往这厅堂上看 唯恐主公 有诗 可是这帮武将 轮流着 给赵云赵龙进去 哎呦 龙将军 酒饮大兵 酒饮大兵 来来来来 您吃这个 来来来 我敬您一杯 这儿老叉子 赵云 眼睛 往堂上看 这边的支应这帮武将 就在这时候 厅堂之上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这厅堂之上 有一人最着急 谁 一级 一级一级 真够着急的 一级心里的急坏 一级在这 支应着各地的地方官员 真酒布菜 心里真的着急 他眼睛 偷着看刘备 心里的 说刘皇叔 我们襄阳的酒 这么好吃 混进这 背背劲 斩斩干 怎么了 不知道这儿有危险 赶紧撤 这一级 心里着急 嘴里可不敢说 哪眼睛一瞅 怀悦 菜帽 都没注意自己 这一级 拿着这酒壶 给人家真酒 您辛苦 您喝一杯 您辛苦 您喝一杯 见面倒心 都是当官的 都是当官的 一杯一杯 敬过来 可就敬到刘备这 方叔 您 请饮酒 端着这酒壶 给刘备真酒 刘备这人很客气 这回呢 又是替刘表 来主持襄阳盛会的 自己平时呢 屈居心野 那么一个小县 所以刘备非常客气 人家给自己真酒 刘备站起来 哎呦 易先生 不敢当不敢当 您看这 真酒 倒酒的这个 往您酒杯里倒 您呢 必然是盯着这酒杯 哎呦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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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半杯就行了 太多了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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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对吧 您没有盯着这儿 您别当了 别当了 别当了 总是先看着这酒杯 刘备也是站起身形 拿手一扶自己酒杯 哎呀 不敢当 这一级呢 端着这酒壶 给刘备针酒 刘备拿手 扶着自己酒杯 一看 怎么回事 这酒没针出来 这一级端着酒壶 可没到 这一下刘备 必然抬头 看一眼 你怎么回事 你说给我针酒 怎么停在这 所以刘备拿手一扶酒杯 一看这酒没针下来 一抬头 这一级和刘备四目相对 一级端着这酒壶 轻轻的声音 说了一句话 王叔 请 精医 然后把这酒一针 赶紧 又往旁边 去针酒 那刘备多聪明 端起这杯酒来 哦 请精医 二位公子 我呀 告个遍 方便方便 上厕所呀 不能直接 开这么一场胜利的大会 团结的大会 在大会上 我上厕所 不行 提醒你也是 请精医 就是让你上厕所 刘备这 方便方便 来主持襄阳盛会 二位公子爷 也不能让刘备老坐在这 上厕所也不让去 那太茂也不能这么干 上厕所 总得让人去 那刘备呢 告了个遍 可就出了这会场 厕所在哪呢 在后花园 绕道 奔后园 这一级呢 针了这一圈酒 赶紧 找了个机会 也钻出会场 奔后花园 刘备在这儿等着呢 刘备一看的一级 一先生 合适 黄叔 还合适 财帽要害你 不是害过我了吗 没害成啊 一先生 您给我通风报信 我跑了 是啊 又害您来了 还恨我 这襄阳盛会 这么多人 明目张胆 他就敢害我吗 黄叔 您就别多问了 他要害您的 想什么办法 都能害人 如今 实不相瞒 黄叔 这座 襄阳城 铁桶 相仿 重兵 把手 刘备一听 那我等死了吧 把手的铁桶 相仿 我还怎么办呢 我就带三百人来 黄叔 您别着急 听我的主意 东 南 北 这三座城 门 您千万别走 如今呢 还有西门 西门之外 没有买用 您赶紧 其实您的马 出西门 逃回新野县 哦 是是是 多谢一先生 多谢一先生 黄叔 甭谢了 您的礼数太多 我给您看 这一集 赶紧 给刘备 把这后花园的 原门就开成 刘备 找着自己这匹 狄鲁马 所以这三国演义 一点 家的东西 都不能乱家 刚才我说 这刘备 骑着狄鲁马来了 直接拴在后花园中 这都是三国演义原本 三国演义里 就这么写的 人家写的就 细致 写的就周到 骑着狄鲁马来 直接拴在后花园 这回 在后花园 这儿 刘备 解开自己 狄鲁马 牵着狄鲁马 可就出了 这后花园的原门 一集 赶紧把 花园门一关 跑回前厅 不敢让蔡茂 发掘 一集回去了 这刘备 出了后花园的原门 笼丝江任 邓安 成划作戏 马上一加兵 绕过五楼 奔西门而去 他就跑了 奔西门 西门这儿没有重兵 但是也有日常的防卫 几十名官兵 两名门历 在这儿把守西门 蔡茂 今天在襄阳大会上 要除掉刘备 蔡茂 瞅下这些兵 这些官 全知道 这十几名官兵 将着这两名门历 在这儿把守西门 知道西门以外 谈西 这儿正守着呢 就听着 马挂轮铃 索草的声音 两名门历 抬头顺着声音 这么一看 哎哟 这 这不是刘备吗 刘备 今天主持襄阳上会 襄阳上会上 那把刘备除掉 他怎么跑出来了 跑往这儿来 哎 刘皇叔 刘皇叔 您干什么去 刘备 骑得马上 听着这门历喊了 我干什么去 我逃命去 但刘备不能说实话 马上一加鞭 斩眼之惊 刘备就到了西门这儿 这两个门历 伸手还想拦 哎皇叔 干什么去 行酒去 连人带马 马大 风声 冲出西门 这两个门历 这两个门历 深着手还想拦呢 让刘备这匹马 马带着这风声 这两个门历 转转转转 找老百 好厉害 哎哟 乖了 刘备出去了 赶紧 离报蔡将军 斩眼之间 刘备 跑出西门 把守西门的官兵 撒脚如飞 离报太冒 刘备让 冲出西门 现在话说 终于出了 襄阳城了 跑吧 催马 往前就跑 跑了没多远 就听着前面 波涛翻滚 一条大河 波浪宽 好家伙 刘备跑着跑着 就听见 波涛之声 一勒马 呜 潭溪足路 这条潭溪 就在襄阳西门以外 直通襄江 说是叫西 其实是一条大河 水又深水又急 波涛翻滚 水声震天 刘备一勒马 这么宽的潭溪 我能过去吗 这个我回去了 一搏马 又回来 搏马回来 跑了没两步 一看 襄阳城西门的方向 沉沙荡漾 土雨温飞 尘头起处 必有飞兵前来 刘备一看 怪 必是太阳带兵前来 太冒 必是太冒带兵前来 这回 我死定了 回去回不了 一搏马 又回来 搏马回来 来到潭溪的岸边 波涛翻滚 前有大溪足路 后有追兵赶来 我命休矣 回去 死在太冒之手 我呀 不如冒险而行 我 下去了 刘备 马上加鞭 一催自己这批迪鲁马 可就下了潭溪 打算 汤水而过 这批迪鲁马 下了潭溪 没走多远 离开这岸 也就一半距离 到对岸 还有树杖之遥 还有一半 扫在这个潭溪的 河中间 这匹马的马骑子 就陷到泥里 拔不出来了 刘备这个着急呀 哎呀 迪鲁马 快出来 往起 跌了这匹迪鲁马呀 把这两个前骑 陷到泥里面 怎么拔也拔不出来了 刘备这个着急呀 骑在马上 回头这么一看 犹打襄阳西门这儿 土雨翻飞 马骑升级 马挂鲁铃的声音呢 听得真儿切真 而且追兵喊杀之声 都听得清清之楚楚 眼瞧着 追兵就要追到 刘备一看 回来 低头再一看自己这匹马 刘备想起来 想当初一级跟我说过 这匹马马鸣 迪鲁 是匹凶马 骑得绑主啊 谁骑谁倒霉 谁骑谁死啊 今天马献泥潭 现在的潭溪里头了 想拔拔不出来 想过谈期 万不能够追兵赶来 倘若乱箭 射火 必死 在谈期之中 无疑 难道说真用了 一级先生这句话了 这匹马真是凶马 他今天要防我这主人呢 哎呀 迪鲁 迪鲁 今日 防火 谁说刘备不会坐视 不受压力 刘备这两句话 一说迪鲁 迪鲁 今日防火 你真要帮我防死吗 刘备真着急 刘备也不知道自己 哪来这么大力气 把这马鞭子一举啊 冲这迪鲁马 狠狠的就是这一鞭子 这劲太大了 抽的这一把 真疼啊 这批迪鲁鲁马 心里多么爷们 你抽我干嘛 我防过谁呀 我前人那主人 是我防死的 爷们是你身旁边 那位大将 过去一枪给人挑了 把我抢回来了 自从把我抢回来 我跟着你了 我瞅你不错呀 爷们我真没打算放你 干嘛还这么狠的打我 至于呢 不就是马施潜艇 我陷在这泥里呢 我说我出不来的 你不许 这迪鲁马也生气 打得自己生疼啊 真生气 打得这批迪鲁马 火冒三丈 一声嘲嘶 吼 对着这一声长嘶 王岐抬着前提 一跃三丈 可就出了弹息 上拉 一跃而出 带着这水 四个马蹄一着地 这刘备 还在梦中向上 嗯 这什么 上岸了 哎呀我活的 上哪边岸呢 刘备一看 哦 没错 是上了队岸的 扭回头来一瞧 弹息对面的岸 一看 蔡帽带着兵 已经追到了 这蔡帽也倒霉 蔡帽 带着城中五百兵 追出来 追着追着 看见刘备 在潭西岸边 正在徘徊 再一看 刘备下去 哦 你打算 穿潭西而过 那哪搬着道 水多急 跑着跑着再一看 哎 刘备啊 陷在潭西之中了 不动了 蔡帽高兴 听说我也 这回我追到了 吩咐官兵 乱箭传身 把刘备射死在潭西之中 蔡帽回头 吩咐自己 带来这五百兵 准备 开弓放箭 回头 翻顾自己 带来这五百兵 准备开弓放箭 令刚传下去 蔡帽再一回头 整赶着这捷柜 这刘备 从这个 潭西中 一月而起 上了对岸 你想这时候 襄阳大会 中午还没有吃早饭 对吧 都是中午 大会吃早点 对不对 京香九军四二周先来吃早点 那倒是大事 都是中午 盛宴 酒过三分 菜过五味 这可就下午 阳光正足的时候 刘备这匹马 从潭西里面 一跃而起 带着水雾 阳光这么一照上去 金光闪闪 云层不绕 蔡帽一回头 正看你这个 刘备神人有 藤云下雾 金光雾体 一月 过去了 蔡帽都傻了 难道说有神人 相处刘备不成 这谭西怎么过去 他这儿琢磨着 可就追到谭西岸边 刘备 马月谭西而过 自己 都如醉如痴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骑着马 在这岸边这儿 滴滴答答往下流水啊 您刚才想 现在谭西之中 靴的 中音 连外面这袍服 自腰带以下 全湿了 这匹马 全是水啊 上了对岸 滴滴答答往下流水 刘备这还发愣 抬头一看 蔡帽 到了岸边 蔡帽一看 刘备 在对岸 哎 刘备 何故 逃习而去 这蔡帽 你要杀人家 还问人家 为什么逃习而去 这刘备这 惊魂方令 我逃习 我这叫逃死 蔡帽 我与你何怨何仇 何故 屡屡加害于我 哎呀 黄叔 我可没打算害您呢 我奉主公之命 请您到襄阳城中 来主持襄阳大会 蔡帽这一边说着 一边从宫带之内 悄悄的 可就把自己的宫 拿出来 宫交左手 这个话可还没停 我奉主公之命 请您到襄阳城中 主持襄阳圣会 各地官员都到了 您怎么无故 逃习而去 说着话 这只手 从走兽 无中就要 邓凋零剑 邓出凋零剑来 任寇田贤 公开如满月 见初次流星 可就要射刘备 刘备眼睛 一点五的 瞅得清清楚楚 刘备在对岸 瞧见了 蔡帽 你说 无意害我 为何 暗中抽弓拔剑 我呀 颠了 刘备一磕马 奔西而去 他不知道这个方向 奔西 这是京乡的一个县 叫南章 奔南章而去 刘备可就跑了 蔡帽这儿 刚把弓拿起来 这箭子 瞪出一半来 刘备跑了 蔡帽这个气 心里话说 我今天非抓了你不可 来 追刘备 这五百兵 我们也探过去 财猫 靠脚 得有十兆 刘备 能飞过去 他是神人 金光物体 这 我能过去吗 我这五百兵 能过去吗 这 蔡帽带着五百兵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就在这时候 这五百名兵兵 其中有眼尖的 蔡将军 您瞧 赵云赵子龙来了 用手这么一指 蔡帽 顺着这名小校 手指的方向 回头这么一看 果不其然 赵云赵子龙 带着三百兵 追下来 那又说赵云怎么来了 赵云在廊下 跟这帮武将饮酒 那心思全在听堂之上 但是被这帮武将的指引 不能眼睛老盯着听堂之上 跟文聘王威这帮武将 还得应付 应付几句 看看听上 应付几句 看看听上 发现主公安然无恙 这就吃了几杯酒 吃了几杯酒 再一抬头 听堂之上 主公没了 这赵云可有点着急 赶紧把自己 留在府补牙中 这两名小孝孝 有黄叔哪里去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两名小孝一打探 赵云将 大事故好 蔡茂正在调奏兵将 主公不知下落 咱们的三百兵 听说被赶回管舍 坏了 赵云赵总心里一翻个 要出事 赵云赶紧 带着自己的两名小孝 回归管舍 点起这三百兵 就追起来 打听着 说 刘皇叔 奔西门跑了 赵云赵总心 带着自己的三百兵 出西门 也就追着 追到了 谭西这 看见蔡茂 赵云赵总心 见梅直树 目元征 蔡将军 我家主公何在 太冒一看 哎呀 子龙将军 我也不知道你家主公何在 我听说刘皇叔 逃袭而走 我呢 带着兵 护送前来 跑到这儿 不知道刘皇叔去哪了 哼 我家主公 岂能无缘无故 逃袭而走 你 带兵至此 使何一言 蔡茂 真有话说 子龙将军 您这叫怎么说话 我奉我家刘兴州大人之命 到新野县 请刘皇叔 代为主持 襄阳盛会 京湘九郡 四十二州县 各地的官员都来了 人是多的 眼是砸的 刘备刘皇叔 在这主持襄阳盛会 无缘无故 逃袭而走 万一有个三叉两错 我怎么跟刘兴州大人交代 所以我得带着兵 到此保护 我有护卫之责 这赵云一听 不能跟人家翻脸 赵云这个人很深沉 很细致 换另外一位 绝不乐阳 当初 刘备要是带着自己三弟张飞来 好快乐 那张三爷火爆脾气 到了这儿 一看 哎 采帽 咱家大哥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没看见 没看见 有言无数 全狼上一枪 一枪就被挑了 挑完了你 我再问你 这张飞就这脾气 就算 换官二爷来 二爷到这儿 我才没之力 单放牧原争 五六常人 胸前飘白 打刀一挥 不见得要了菜帽的性命 必然 把菜帽 省捆所往 把菜帽逼了到刘表面前 还我大哥 你还我大哥 我放了菜帽 不还我大哥 我要菜帽向上人头 这官二爷干得出来 可是赵云 不是这样的人 这个人心思缜密 这个时候 不能跟菜帽翻脸 先找着 自己主公刘皇处要的钱 赵云赵子龙带着自己的三百兵 拿眼睛 看了看 菜帽手下带着这个 五百人 人不多 所以赵云赵子龙 拿眼睛 那一看 看得清清楚楚 这五百兵里头 没有自己的主公 刘皇处 倘若菜帽带人到这儿 把刘皇处捉住 必然还在队伍之中 拿眼睛一瞧 没有 赵云待人 也来到潭西岸边 一看 波涛翻滚 大西足路 我家主公 也不会跨西而过 哎 我家主公到哪去了 回过头来 又看了菜帽 蔡将军 我家主公安排 不知道 我到这儿也没条件 赵云赵子龙 不理菜帽 吩咐自己带来这三百兵 沿西岸寻找 菜帽子 带着自己手下这五百兵 可就回归襄阳 赵云赵子龙 沿着潭西岸边 找过来找过去 没发现刘备 赵云赵子龙 又回到原地 哎呀 我家主公跑哪去 勒马 一掌声 往潭西对岸一看 就发现对岸 一汪水击 难道说 我家主公 真的越西而过 要不然怎么 西对岸 有水击呢 想必如此 赵云赵子龙 赶紧带着自己的三百兵 绕道 奋谈西对岸 打算寻找自己家主公 如果谈西两岸 都找不着主公 那么主公很可能 已经回归心意了 那么赵云呢 就打算回归心意 再去找主公 赵云赵子龙 心非常之细致 可您看三百兵一写 关羽 张飞赵云 都是武将 每个人性格不同 身份不同 各如其人 这就是好处 那么赵云赵子龙 寻找刘备 咱们暗下不提 单说刘备 那么刘备 越过谈西 自己啊 叫四岁如痴 如在梦中 骑着自己这匹 狄鲁马 信马游江 伴着这个谈西西南方向 可就来了 就是南章 他不知道这是南章 信马游江往前走着 刘备骑在狄鲁马上 心神忐忑 这么宽的一条谈西 竟然让我 一跃而过 看来我刘备 命不该绝 这是天意 保我刘备 好险哪 好险 刘备骑在马上 一抬头 这个时候 叫天我微云 山贤落日 青山如帐 小道扬长 刘备 一抬头 看见 哎呀 夕阳夕下 景色宜人 就在这时候 刘备骑在马上 就听见 隐隐约约 有一阵 笛声传来 哼 这个逐笛的声音 声音清亮 悦耳动听 刘备顺着这笛声 往前这么一看 哎 阳长小鹿 撞出来 一头牛 牛背上 跨骑着 这么一个小木桶味 这小木桶味 吹着短笛 在牛背上 沿着小鹿 过来 吹了几声笛子 这个小木桶味 把这笛子 在手中 这么一转 信口可就唱了 天上 所若什么人在 你家的黄河 什么人 什么人 八手三桓 什么人 本月就没回来 没拿不回 什么人 什么人 战这儿 竟发 带么 拿不回 这小木桶味 想到这儿 就说这棒牛桶味 就想到这儿 唱男兽 天上 荣凉凉开 地下的黄河 龙王开 这耗着不能唱 这因为它是耗着的书 让这儿不能唱 这谁说杨基将 可在唱这个 这小木桶味 吹着笛子 自己唱着山枝 骑在牛背上 悠哉悠哉 可就过来 骑在牛背上 他干嘛唱这个 什么人 站这儿 顶八带 拿不回 你看那刘备子 一瞧那刘备子 这人什么样 上半截是肝胆 下半截是湿胆 又是泥又是水 地咋咋往下流汤 来一看这人这模样 哎呦 呦 骑人呐 大长眼睛 能看见这耳朵 或是耳朵 垂到肩膀上了 大长胳膊 哎 这人 好像在哪见过 不是 这这么眼熟啊 所以这小木桶 唱着唱着 离着刘备 越来越近 刘备也瞧见 这小木桶 一瞧这小木桶 长得真可爱 也就十二三岁的年纪 头上 梳着两个小抓子 系着红头绳 前发齐眉 后发盖梗 长得雪白粉嫩 大眼睛 长眼睛毛 忽善忽善 嘴小啊 一边一个小酒窝 手里倒是蛤蛤 哎 玩着自己的短笛 骑在牛背上 刘备一看 哎呦 长叹的一声 哎 看着没 刘备 心想 刚才啊 我好选死在潭溪之中啊 嫌一嫌 我被蔡帽就追死在襄阳城了 想我刘备 骑在马上 东征西逃 到现在年近五十啊 四十多岁的年纪 争杀半生啊 我不如这个木牛的小童儿 人家多悠闲 多自在 我这马背 不如牛背 我这长叹 不如短笛 哎 刘备不由得脱口而出 我 不如你也 刘备真是有感而发 马背 叫颠 牛背 叫安稳 牛多 扫多稳 所以 马背为险 牛背为稳 长边催马 为急 短笛 牛背 为闲 自古以来 名利 不如闲 人都是 急着争鸣夺利 急着建功立业 就忘了 优贤 自得 所以三国演义里头 就包括后来 要出现的这位重要人物 也不如这位 牛背上 吹短笛的小木童儿 优贤 自得 所以刘备 长叹一声 我 不如你 这小木童儿 骑着牛背 也到了 刘备 眼前 上下 看看这刘备 从远处就发现 这人长得太奇怪了 就觉得哪 听说过这么一位 等到刘备 跟前了 这小木童儿 拿着短笛 一指 你 你是那位 刘皇叔 对不对 刘备 刘备 大觉欣慰 偏僻相分 还有人认识我 刘备 哎呀 我有味儿 这刘备心情 我很可以理解 前两天 我身份证丢了 到我们家 胡同里头 拐弯墨角 有一个小派出所 我们那片 都归那儿过来 我办身份证得去那儿 我进了 我说 我办身份证 叫什么 无敌 哦 连一如先生那大徒弟 广播里头说三国那个 说评书的无敌是你啊 不错 正是我 好 好 我一看 行啊 公安战线也有知道 我有味儿啊 所以刘备现在的心情 跟我那时候一样 老板能传你 那我没这奢望 但是天下庸庸碌碌之位 成不足道 刘备传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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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刘备啊 自己 困苦半生啊 上无骗法 下无立足 现在在自己 胳膊手底下 翅膀底下围着 心也小见 淡完之地 要碗饭吃 早得偏僻小地方 小村座 这个牧牛童子 居然都认识我刘备 哎呀 刘备高兴 哎呀 牧童哥哥 你 怎么认识我刘备 我不认识你 刘备 我本听是怎么认识你 刚才还叫我刘皇叔 你就不认识我 你是不是刘皇叔 我是啊 那完了 我不认识你 我听我师父说的 我师父啊 竟跟自己那些朋友 还有家里来的客人 说你 说你啊 说心也线好像 有你这么一个硫磺书 是 士之英雄 是位豪杰 而且说你 长得这模样 比较奇怪 所以呢 我在旁边倒茶的时候 我老听听 小虫儿啊 我知道您可少办事了 倒水吧 倒水吧 我师父老提 那个说您呢 长得什么样呢 就是 俩大长眼睛 能看见耳朵 耳朵也特大 胳膊也特长 然后说您 特了不起 现在呢 虽然 没什么地盘 但是呢 说您将来 一定有成就 所以我今天一看您呢 估计您这模样 当势难找 所以我一看您这样子 我猜 您大概就是那位 刘黄书 嗯 俩非一听 行啊 我这形象 也传播出去了 呵呵呵 俩非看着 你的确啊 长胳膊溜 呵呵呵 母同哥哥 你家师父是谁啊 嘿 我师父可有名了 我师父 传承人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可了不起了 嗯 黄叔 没准也听说过 我师父啊 父姓司马 单字明慧 字叫德操 有个号 叫水净献 听中了吗 刘备 你听了 姓马 德操 水净献 哦 刘备 还真有个耳闻 前文书给您说 刘备自从 到了京乡 一直 考虑自己 这一辈子 我怎么老打白仗 我怎么老 全不了底 刘备也疏了 刘备似乎若有所悟 觉得自己可能手下 缺少 真正有才感的人 所以呢 他呢 也到处 访查 哪有真正有才学的人 他就听说 在这个京乡一带 有位非常了不起的大隐士 隐居山林 叫水净先生 司马德韬 所以呢 刘备有个耳闻 今天一听的小木 从而说自己的师父 是司马德韬 水净先生 刘备听完了 点点了 哎 好啊 我马月谭西 受死一惊 大难不死啊 误打误撞 但我今天能遇到高人呢 没想到 我能碰见水净先生的徒弟 哎哟 木桐哥哥 你家先生 平常交往的 都是些什么人 家中的客人 都是什么人呢 哎 刘皇叔 我师父 可爱交朋友 嗯 他好朋友啊 特别多 有两个朋友 最常来往 一个叫庞德公 一个叫庞统 刘备一听了 庞德公和庞统 什么人呢 哎 黄叔 您是不知道 庞德公和庞统啊 是叔侄也得爬 庞德公是叔叔 庞统啊 是侄子 哎 亲叔侄 哦哦哦哦哦 原来是叔侄俩 是啊 黄叔 这两个人呢 跟我师父 最要好 我师父 嗯 比庞统呢 大五岁 比庞德公呢 小十岁 他们俩 最要好 有一次 这个庞统 到我师父家来 我师父呢 爬到荡树上 正摘丧印的 一摞一摞一摞 正往上 摘丧印的 我师父一看 庞统来了 也没下树 在树上 一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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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摘下 这庞统呢 在树下 就跟我师父聊天 我在旁边捧着篮子 等着接着脏印 我就听着他们俩聊天 嘿 聊的 我一句都听不懂 但是我知道 这都是 治国安邦的策略 谈的都是 当时的英雄豪杰 谈的都是掏略 都是有学问的话 所以 从此之后 我师父 管庞统啊 教地团 特别的喜欢庞统 刘备听完了点点头 哎呀 木桐哥哥 我 能不能去见见你师父 成啊 我师父最爱交朋友了 而且 我师父和这帮朋友 敬谈论您 您跟我走吧 黄叔 来来来 您跟着我 我头前带路 你师父住哪啊 黄叔 你来看 说的话 这木桐 用手这么一指啊 您瞧 绕过前面 这处树林 有一座村庄 叫做水净庄 我师父 我师父就住在水净庄 您呢 跟着我走吧 嘿 这小木桐 挺热情 前头 骑着牛 刘备 跨着马 可就跟着这木牛 从而绕过组 清雅 便在松竹 小木童儿引着 可就来到 一处庄院之外 黄叔 您下马了 这就是我师父的家 刘备赶紧甩凳林安 下了座去 小木童儿呢 牵着牛 替刘备呢拉着马 可就把刘备 让住院中 刘备一进那院子 顿觉 心旷神怡 一看这院子里面 种的全是竹 不可一日无此君的 竹子最清雅 您看中国人喜欢竹子 画画的人 画四君子 梅兰竹菊 中国人把这四种植物 称为君子 您要平心静悸想 古往今来 有多少高等动物 配成君子 很少 但是中国人 管这四种无情的草木 称为君子 而无一意 为什么 中国人在这四种草木身上 看到了做人的品格 梅花 傲雪而开 所以梅花为君子 竹子 你看我们做扇子 用的竹子 竹子这才是最便宜 但是品格最高 我家里也有善 什么紫檀的乌木 也有 但不爱使 没品 好善 一定是竹子做 有品 那竹子呢 一个 有节 上的有竹节 这个节 竹节的节和气节的节 谐音 所以竹子第一个品格 有节 而且竹子中间是空的 烫着眼 能吹 甭管笛子和肖 都是竹子做的 您不见哪个铭杖 您烫着这个眼 吹不出来 所以竹子中间是空的 这也是一个品格 叫虚心 当然您愿意翻过来 说一个情 虚心 有节虚心 所以您看 李古禅先生做 画的墨竹 提示 未出土食 既有节 带到凌云 总虚心 这说的是竹子吗 说的分明是人 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竹子 种竹子 画竹子 尤其是文人雅士 有条件 一定要在自己家宅周围 种竹子 刘备一进这院子 满目的 翠竹 就觉得这个气氛 一下子 轻忧了 小木丛儿 把牛拴好了 把刘备这匹 狄卢麻也给拴好了 黄叔 您跟着我进来吧 迈步 奔草堂 到了草堂外头 这个小木丛儿 正打算进去 禀报自己的师父 刘备一拦 切吧 这小木丛儿一抬眼 那一的怎么了 听 这刘备 用手一手 小木丛儿一听 好听 刘备 安安静静 在窗外 听着 听着 屋里头 有人 有琴 中国人提到琴 没有别的乐器 您看古人写诗 写词 写文章 说听谁谁谁 弹琴 什么听琴 古人看到这文章 看到这诗 绝不会把它想成 听弹钢琴 听弹别的琴 没有 中国人说琴 只有一种乐器叫琴 就是古琴 横放弹波乐 上面有七根弦 有十三个灰位 右手弹弦 左手按弦 就这种琴 这种乐器叫琴 没有一二件乐器 叫琴 最文雅的乐器 刘备站在屋外 一听了 屋中 琴声悠扬 平淡从容 一首山居银 刘备侧耳静听了 刚才 惊抠骇浪 生死之间 这会儿功夫 竹林 琴音 刘备就觉得这颗心呢 爽 清凉下来 立刻安静 侧耳听琴 正听着呢 突然里边 琴声叫戛然而止 啪 不谈了 屋中有人说话 何方 贵客到此 窗外 听琴吗 说着话 从这屋里头 脚步声音响 脉步 可就走出一人 刘备站在屋外 抬头一看 抬头这一看 不用问 这位准是水晶先生 司马德操 刘备刚才 刘备刚才 一吃惊了 刘备没想到 这位这么年轻 按理说 自己大惊了 说京乡一带 著名的大隐士 隐居山林多年 从来没出过山 了不起的人物 司马德操 水晶先生 在刘备脑子里面 想到 这位一定是 发腕银丝 燃飘玉线 先锋道骨 一位老隐士 一位老先生 万没想到 八达门帘一挑 脉步走出来 这位年纪 也就三十出头 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 八个字的评语 叫松行鹤骨 气语不凡 高了 中国人写文章 太妙了 就这八个字的人 想不这人长得 松行鹤骨 气语不凡 瘦 人人太胖了 不行 这个气语上 他叫胡大象隐士 他更像江湖中人 那么这个 刘备刘玄泽 抬头一看 这位就是水晶先生 怎么这么年轻啊 您要听三国 我说的事 我得跟您说 这水晶先生 多得最后 您要上礼拜日 来过 我最后博的时候 还差两分钟啊 您别着急 上次最后 拍目和博的时候 岳伯大师正走过来 我一瞧他 我正好就想着这么一句 我说到下回 要出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个了不起的人物是谁呢 您看 来了 他就来了 那我这顺口一说 正好拿他就可以靠过 但是后来我一想呢 我这口子真有道理 岳伯大师 了不起的人物 另外岳伯大师 今年33岁 和司马德操水晶先生 同岁 这一年 司马德操水晶先生 33岁 所以刘伯脑子里面 以为 是位老隐士 这么大本领 名声赫赫 隐居山林 必然是位老先生 哪知道一见面 三十猪头小年轻 这跟建设岳伯大师一样 这就是 生下来就是老艺人 这位隐士 司马德操水晶先生也是 生下来就是位老隐士 就 明满天下 了不起 那我说这33岁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他比庞德公 小十岁 比庞同 大五岁 庞同哪年生呢 公元179年 汉陵帝光夺二年出生 到现在咱们这段书 汉建帝 建安十二年了 正好是207年 公元207年 179年出生 到207年 应该是 28岁 28岁 比庞同大五岁的话 那么这一年 庞德 这个 水晶先生 就应该是33岁 那么诸葛亮 比庞同还要小 这一年呢 26岁 12年他才出山 出山才27岁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两个人都很年轻 那么由此推断 司马德操 水晶先生 33岁 刘备 刘备抬头一看 这么年轻啊 一位大隐士 司马德操 水晶先生 上下 打量刘备 旁边这个小木 从而赶紧一十里啊 师父 这位 这位 就是您说的 刘备 刘玄德 刘皇叔到了 哎呀 刘皇叔到了 失敬 失敬啊 皇叔 您 可喜 可厚 啊 刘备 不由他 就是可以惊了 哎呀 先生 莫非 外补先知呢 呵呵呵呵 皇叔 您 得逃大难 岂非是 可喜可贺 此处 不是讲话之所 来来来 草堂 叙话 哎 好 我觉得 格 COM 谢谢 spli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